我们夜市市场 或是有一些群聚很严重的 这个部分反而是应该被列入警示 台南市长黄伟哲 布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将虎头皮等三个风景区 列为国家级警报警点 炮打中央是乱枪打鸟 还说夜市和市场只开放两三小时 群聚现象严正才该检视 苹果新闻网昨晚直击 台南知名的大洞夜市 还有不少摊商没戴口罩 也没有安排梅花座 付钱时当然也没有维持社交距离 确实有可能成为防疫破口 昨晚天空飘着细雨 虽然还有逛夜市的民众 有摊商大态 顾客已少了一大半 为了让民众安心 因为都要不要戴口罩 对啊 全破了 摊商喊不堂再把夜市列入警示景点 只要问他们可不可以承认我们吗 不然我们还是要脚房住 要生活 摊商认为在夜市要保持社交距离很难 如果人家在四十七里怎么会痛 你们要一公尺 如果像我这样一公尺的话 这样要抓紧了喔 有民众说 还是会尽量保持社交距离 如果可以维持我还是会觉得可以的 毕竟保护自己啊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 夜市空旷且空气流通 来这里就没有戴口罩咯 动新闻台南报导